注意看 这个男人右手的石膏里藏着一把枪 他锁定任务目标 却在开枪的前一刻 被藏在葬里另一个角落的杀手抢了人头 七尺大辱 牵上一片荧荒马乱 男人却第一时间发现杀手未知 并向其发起多名追击 杀手面对男人的凶猛火力只能动作细藏 根本找不到还手的机会 就在他头脑风暴之时 几辆警车将他团团包围起来 杀手手中打枪太过招摇 逼无可避 只能权衡利弊做出决断 气枪向警方投降 但杀手又岂是任人拿捏之辈 现在警车却丝毫不慌 硬和掰断拇指挣脱手铐 然后迅速复原 以续力不及掩耳之势踢碎车窗 光速秒杀前排干警 迫使警车失控策翻 随行车辆意识到不妙 立刻遮反查探 却不了杀手就藏在车内开枪 将危机一箭抹杀 攻城深脆 他叫赤蛇 是杀手界的掀起之秀 短短半年 已经完成百任斩的佳计 而他刚刚得罪的男人 则是已经在道上 赤杀风云十几年的 王牌杀手阿龙 这本是阿龙决心退眼前的 最后一个任务 却不料 被一个无知晓被截胡 阿龙如何能忍 他一路跟踪警车 到了事发地点 发现机掏走后 又窃取了警方通讯 得知赤蛇正在赶往机场 于是阿龙顺手抢了两滴时 准备守住待兔 很快他接到了一个 从附近前往机场的计单 导航过去 果然是赤蛇 赤蛇上车后并未发现异常 但车开着开着 他发现方向不对 第一反应是 司机归绕远路 第二反应在看到 司机正见被撕 两人同一时间举枪对峙 但中间这层玻璃防弹 双方的示威皆无意义 阿龙知道 赤蛇居然认得自己 有代表他此次行动 本就是宠他来的 如果他跟赤蛇 没有私人仇怨 那就代表他是受人所顾 雇主是谁 赤蛇不肯说 阿龙就把车停在路边 等他说 去不了赤蛇 突然吊转枪口 锁定了窗外的球场 以发子弹干爆了 办公中的足球 他威胁阿龙继续开车 不然下一枪 他就要在球场上 随便挑选一位幸运儿了 阿龙不想上级无辜 只能照做 开车只是为了让阿龙 分身乏术 下一步骑 就是找机会取他性命 赤蛇击碎车窗 担出半截身子 朝前排开枪 但王牌杀手的威严 不容侵犯 阿龙直接加速 与大卡车并排 把赤蛇 安在大卡车上 滚梗摩擦 直到把他的枪干掉 再勉强放他一马 此时警方 已经追踪到了赤蛇的位置 对两人所在的地势 展开全方面围剿 赤蛇找准机会 直接挑车 阿龙就成了警方 追踪的接盘侠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冷静应对 把地势开进 地势停住点 然后以乘客的身份 坐上另一辆地势 潇洒离开 回去后 阿龙问中间人 为什么会有杀手抢单 道上并没有同一个任务 派两个杀手的先例 中间人表示自己 对此也不知情 并重新发放了一个 200万仇金的任务 作为补偿 有个国际知名黑客 代号猫眼 据说猫眼手中掌握着 一份机密刺盘 正打算出售给几个客户 所以阿龙这次的任务是 杀掉卖家 杀掉买家 夺回刺盘 200万 真的很难不动心 那就做完这单 再谈退营 此时还不知道 看到自己被杀手盯上的黑客猫眼 正在家中悠闲的鲁猫 楼下那些小情侣在嘲笑 猫眼就坐在监控前 兴趣勃勃地看 他性格孤僻 社交几乎为零 亏是他人的生活 就是他的日常娱乐 今天就是约定交易的日子 接到电话后 猫眼乔装打扮来到酒店 并不打算跟买家当面交易 他把买家安排到另一个房间 利用对讲机与其协商 交易明细 到了收听金的环节 一辆用超车就出现在了 买家偷顶通风口 等到遥控小车满载而归 猫眼就高高兴兴地 开始向对方传输文件 而此时 阿龙和赤蛇都已经追踪到了这里 赤蛇直接杀进了买家房间 他手持双枪 以雷听之势瞬杀一片 五秒之后 不剩一个祸口 猫眼已经听出对讲机内头 动静游异直接中断传输 赤蛇气得破口大骂 猫眼赶紧把猫塞进毛包 准备跑路 然而就在他出门的瞬间 阿龙赶到 阿龙从对讲机里 听到了赤蛇的声音 猜到买家已经被解决 现在 他本该抢走刺盘 杀人灭口 但对上女人 湿漏漏的眼睛 他就一时之间无法下手 无奈 他直接劫持猫眼 来到地下车库 坐着他的车离开 猫眼心里慌得一批 眼前的男人很危险 他用脚脖子想都能想到 他头脑风暴过后 故意提速 然后突然把车 踩着路边铁栅栏停下 领着猫包撒压子开溜 阿龙那一侧 被栅栏拦住 无法开门 猫眼一边脱命狂奔 一边回头官方 却不慎撞到鹿镇 猫包脱手 他指到仓皇爬上 路过的公交 眼睁睁看着 心爱的猫咪 落到了阿龙手里 阿龙回到猫眼的车上 在角落里发现了 猫宠用品店的包装袋 于是阿龙直接带着猫 找到了宠物店 果不其然 店主一眼就认出 猫里的小家伙 问猫眼今天怎么没来 就这样 阿龙顺利拿到了猫眼的地址 与此同时 赤蛇也已经找到了 猫眼先前所在的酒店房间 并发现了几张 被遗忘的照片 寻找照片背景 赤蛇很快找到了猫眼楼下 此时 猫眼正在家里收拾东西 准备跑路 一看眼看监控 就发现赤蛇 已经杀到了楼下的 男邻居家里 前人正在挨着挨户找他 大闹一片空白时 他的小猫咪跑了进来 当然 紧跟在后面的 还有阿龙 阿龙眼瞼一开 将活命就跟我走 猫眼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阿龙把猫眼送到楼下 让机先开车去宠物店 他很快就跟上 他要留下来干什么 当然是解决某只 凡人的苍蝇 赤蛇已经发现了 猫眼装的监控 扯下来顺着线路一看 就确定了猫眼的房间号 房间内空无一人 赤蛇吊儿郎当地 四处翻翻找找 连桌子上的香水 他都要打开秀一秀 此时阿龙已经杀了回来 二话不说 直接开赶 顶级杀手镜的交锋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单凡出手 那就是绝对的想弄死你 另一边 已经逃走的猫眼在半途 与楼下女邻居的车擦肩而过 猫眼不忍无故女邻居 卷入战场 赶紧追回去 这边女邻居才回家 就发现 天花板上被扯下来的监控线路 他跑去猫眼家想问个名板 却被赤蛇当成猫眼 当潮入杀 猫眼就在后面过来 被阿龙截住 再猫眼保住一命 猫眼却是复凡 阿龙不敢再练战 直接拔下天然气管道 再给地上交点消球 等到赤蛇发现不妙时 小慌乱间抱起桌子 试图低档 但还是被热浪 直接先出窗外 重重摔下楼去 阿龙想要乘胜追击 但楼下已经不见赤蛇松盈 赤蛇逃回家 第一时间联系中间人 上报任务进度 卖家买家都已解决 但撕盘在阿龙手里 这很棘手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中间人说 撕盘才是最关键的 没有撕盘 谁死谁活都没有丝毫意义 任务会交给其他人 你没有机会了 赤蛇只能对着屏幕 无能狂怒 另一边 阿龙带着猫眼 在酒店赞助 小猫咪很喜欢阿龙 简直快成了他的小尾巴 阿龙知道 结连两次任务 都遭到赤蛇碰瓷 绝不可能跟中间人 毫无关系 阿龙联系中间人 再次问起赤蛇 中间人不接话 就让他带上瓷盘 老地方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媒体卖家买家 证明他已经跟赤蛇联络过 知道卖家买家 依此的消息 不过也好 至少猫眼被从任务名单 删除了 阿龙跟猫眼提出合作 用瓷盘换筹金 200万平分 猫眼当然同意 隔天 猫眼开车 送阿龙去交易地点 阿龙熟练的交货拿钱 然后直接触发 列车紧急制动 八开门就跳了下去 猫眼就在下面接应 上了车 两人正高兴 却突然听到 箱子里传来点流声 阿龙脸色一变 另一个让猫眼 改变车响 实相偏僻向道 然后迅速将箱子 塞进垃圾箱 光速撤离 三秒之后 爆炸悬天 陪了夫人又折兵 阿龙直接怀疑人生 但猫眼却露出了 神秘的微笑 他从不信 阿龙所谓的中间人 所以一开始 就留了一手 之前他给阿龙的刺盘 是空的 真正的机密刺盘 还在他手中 阿龙的心情 由硬转型 也不再讲什么情面 直接发消息给中间人 想要刺盘 拿2000万来换 这次中间人也知道 事态不可挽回 只能同意 不过 说需要时间准备 两天后 直接把钱 达到阿龙卡里 然后一转身 中间人再次 找上赤蛇 要给他安排新任务 赤蛇这次也硬气 脚踏求人 就拿出求人的态度 凡事开头 加个请字 中间人也算是能屈能伸 还真就服了软 这次赤蛇的任务目标 是阿龙 第二天 阿龙来到银行对面的 飞机大楼猜点 他已经预判了 中间人的预判 知道赤蛇一定会来 而且会选定这个位置 作为聚集点 想到这里 阿龙有些恍惚 他曾经就是站在这个地方 杀了自己的老友亚当 作为杀手 他本不应该有情 但后来的十几年 亏捉的情绪 一直都在折磨他 且随着年速的增长 越来越难以抵抗 这也就是他决定 退隐的原因 交易的日子到了 正午时分 阿龙若无其事地进了银行 贸易坐在咖啡店 盯着飞机大楼 而赤蛇 当然是晶晶夜夜地 到飞机大楼报到 在窗口组装自己的宝贝大区 只等阿龙走出银行 他就会开出指命一枪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延延夏日 室外温度已经飙到35摄氏度 赤蛇脸上寒如雨下 灶热烦躁 不渺如年 但阿龙却适时没有出来 中间人明确告诉过他 银行没有后门 所以阿龙一定还在银行 赤蛇只能干等 他不甘有丝毫分心 因为这次 他面对的可是杀手机的王牌 稍微不慎 等待他的都是万劫不复 而阿龙到底在干嘛呢 他得知两千万到账后 直接跟工作人员说 要全部取出并销户 不过因为数额庞大 走流程也不是一会儿半会儿的事 于是阿龙先里得的 享受着经理的安牵马后 好治好和招待着 敲公条一吹 还能搁着耳脉跟猫眼跳跳行 别的体度安逸了 几个小时过去 赤蛇感觉自己 已经快被热共鸡正熟了 实在人无可人 他只得先把鞠先藏好 跑到银行去一探究竟 猫眼等赤蛇一离开 立刻跑进飞机大楼 去找他的枪 猫眼发现就藏在天花板上 但就在他倾尽全力 想把枪够下来时 却失手滑落 另一边 赤蛇跑到银行 确认了阿龙的取款进度后 立刻遮烦 猫眼听到脚步声 心里咯噔一下 凭了老命才把自己 蹭在床垫下躲过一劫 赤蛇神运流水的取回枪 再次锁定银行门口 很快 他看到阿龙走了出来 他本想等一个正脸 让阿龙能看个仔细 是谁杀了他 结果却看到阿龙耳朵上的耳脉 自杀受伤 仓皇逃算 在老旧的楼梯地板之间 来回碰壁 此时阿龙也赶到楼内 跟猫眼成功会合 赤蛇藏身雾顶 打算偷袭 但他身上低下来的鞋 率先暴露了他 阿龙想捡着他 还有气没 突然一发子弹 打到他身侧 阿龙这才发现 大楼里还有其他人 当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黑眼中走出 阿龙彻底杀眼了 这不是当年 被他亲手杀死的亚当 又是谁 原来 15年前亚当身为杀手界顶流 恐树打招风 化身中间人 藏身幕后 给阿龙下到了 暗杀他自己的任务 为的就是借他这手夹死 彻底摆脱原来的身份 阿龙这才明白 他十几年的愧疚 原来都是笑话 他跟躺在地上 装晕了赤蛇 无意间对视一言 突然间同时爆起 乱枪将亚当 打成了筛子 然后战军 瞬间重回 一为一 阿龙无奈表示 他们的利益 本就不相通 赤蛇心心念念 想除掉他 无非就是想当第一 你追逐你的第一 我退赢我的身杉 本就不冲突 赤蛇假装动容 却还是在阿龙转身的 瞬间举枪 在他心里 阿龙不死 他永远无法第一 猫眼默默戴上墨镜 悄无声息给阿龙提供视野 阿龙头都没回 就将其反杀 就这样 阿龙带着两千万 和猫眼如愿以偿的退营 过上了 没修没骚的生活 这就是电影 斯科战场的故事 电影拍摄于1995年 由史泰龙和半德拉斯 领先重演 无论在剧情 还是动作设计上 都可圈可点 放到今天也毫不逊色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电影之三角 观看更多冷门好片